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成为影迷津津乐道的话题 可见他演绎的角色多么的深入人心 而近日这位一打十的真子丹被媒体曝光打老婆 事情是这样 真子丹自己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传了一个小短片 短片中他和老婆王诗诗玩起了奶油打脸游戏机 游戏机中真子丹的手速就像夜问打咏春拳一样又快又准 而王诗诗只有被奶油疯狂打脸的份 一场游戏下来估计王诗诗的脸会被奶油打肿 有意思的是 赢了游戏的真子丹被老婆果断发去睡了沙发 没想到荧幕上的硬汉 生活中也是被老婆管得服服帖帖 其实熟悉真子丹的网友都知道 王诗诗是他的二婚老婆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二人有缘走到一起 真子丹在遇到最好的爱情之前又有怎样的情史 王诗诗嫁给二婚的真子丹是否幸福 1963年远在广东的著名太极拳大师麦宝禅产下一名男婴 这个男孩名为真子丹 其父亲是香港新岛日报的波士顿编辑 虽出生在这样一个能文能武的富足家庭 男孩真子丹最后还是被选择了跟母亲习武 或许真子丹是个女孩的话 父亲更会开心吧 毕竟女孩子更喜欢温文尔雅 虽然真子丹被看作是少班主 但他并不喜欢舞蹈弄枪 在母亲的强迫下 不得不跟着其他的师兄弟们 一起在院里扎马步 练踢腿 后来长大一点之后 父亲常常带他去看电影 那时的他尤其喜欢看武打电影 有一次荧幕上 狭义心肠的李小龙 在真子丹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那时起 李小龙变成了他的偶像 私下里 他常常模仿李小龙的动作 甚至逃学去看功夫电影 就这样 真子丹真正的爱上了武术 到了15岁之后 少年热血 加上偶像崇拜 真子丹喜欢上了自由搏击 因为母亲并不擅长 于是把他送到了北京市石沙海体育运动学校 武术队接受两年的训练 在这期间 他还获得了跆拳道黑带六段 那一年真子丹就成了李连杰的小师弟 1982年 学成之后的真子丹回到美国 参与美国地区武术比赛获得冠军 然而真子丹知道自己想要的从来都不只是武术 他更想像偶像李小龙一样 在荧幕上展现中国功夫 展示自己的英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武术电影在香港兴起 有着天下第一五指之称的袁和平 和真子丹有上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个偶然的机会 真子丹的母亲麦宝禅 发现袁和平的姐姐竟是自己的徒弟 因为这样一层关系 他将真子丹带到了袁和平身边 并让儿子认了袁和平为干爹 从此 真子丹实现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开始了自己的演员生涯 他先后出演了孝太极 特警屠龙 新龙门客栈 等一系列武术片 1993年 真子丹凭《男儿当自强》 获第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提名奖 彼时的真子丹不仅事业成功 在情场上 也遇到了他第一任妻子 梁静慈 他是一名圈外人士 从事广告行业 没过多久 两人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真子丹像是娱乐圈的逆流 不玩那些隐恋隐婚的事情 在新片《苏启儿》发布会上 他将梁静慈带到了现场 两人说说笑笑 显得非常自然 表面看上去两人的感情非常好 遇到这样的八卦新闻 记者们自然不会放过 当即问真子丹两人 永无结婚计划 真子丹也毫不避讳 跟大家开玩笑说道 赚够四个亿老婆本 就结婚 这样的调侃 在外界看来 不过是真子丹的推托之词 都猜他并没有结婚的打算 但出人意料的是 媒体错了 真子丹和梁静慈 很快闪婚并领了证 据知情人说 两个人从相识到成婚 只有短短三个月时间 婚后梁静慈辞去职务 安心当起了家庭妇女 为了庆祝两人修成正果 真子丹还特意买下来了 一栋别墅 作为两人的婚房 然而娱乐圈的纷纷扰扰 总会让人看不清自己的心 事业和家庭二者对兼并非议事 加上两人感情基础并不深厚 这段婚姻没过多久 便出现了裂缝 在结婚领证不到一年的时候 梁静慈与真子丹和平分手 被问及离婚事宜的时候 真子丹跟媒体表示 两人离婚就是纯粹的理念不合 我曾尝试与她沟通 并找出挽救婚姻的方法 但她不理会 容忍有限度 我便提出离婚 三个月闪婚 一年闪离 这也成了真子丹生命中 不可磨灭的记忆 然而离婚不久 梁静慈发现自己 怀上了真子丹的孩子 出于母亲的天性 梁静慈选择把孩子生下来 不久后儿子出生 取名文拙 想想真子丹的对手赵文卓 这个寓意不浅啊 真子丹也表现得格外有担当 每个月都会给母女俩 五万元港币生活费 并且提供一个 价值千万港币的豪宅 给母子居住 离婚后 梁静慈终身为嫁 一直是为单亲妈妈 提及这段婚姻 真子丹也觉得自己人至一尽 曾在采访时说 记得拍拖初期 我的银行账户上 只有一万元多元 但也拿出一万元 买礼物送给她 有始至终 我绝对没有对不起她 我敢发誓 之所以坊间有 真子丹对不起梁静慈的说法 大多是因为她后来 和万启文的那段恋情 1995年底 在香港电视台 亚式隆重的台庆盛典之际 真子丹当场向万启文 跪一下求爱 离婚短短一年时间 真子丹就求爱他人 难免会让人联想翩翩 难免会让人联想翩翩 说起万启文 在娱乐圈 绝对是一位 一顶一的大美人 当时的娱乐圈中 有这么一句话 舒淇的嘴 万启文的腿 1995年 万启文和真子丹 共同参演了电视剧《金武门》 片中他们心心相惜 情愫渐生 而戏里的这段感情 也很快延伸到了戏外 在亚式台庆的时候 真子丹向万启文求婚 当时万启文感动落泪 甚至还讲出非子丹不嫁 后来还传出真子丹 冲冠一怒魏红颜 一人打13人 甚至还将8个人打进医院 这消息一出 瞬间引起了整个香港的轰动 不过当事人都出来澄清 说是绯闻 并非真相 本以为这对金童玉女 会修成正果 再次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4年之后两人却分道扬镳了 万启文和真子丹相连4年了 为什么还会选择分手呢 万启文说过 是性格 两人性格真的很大不同 也因为忙 他回内地工作 我在香港 有问题 但又很久不见面 他很喜欢热闹 我喜欢静 两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那时候不少人认为 真子丹辜负了万启文 遭到不少影迷的责骂 真子丹因为这段恋情 也一直被舆论诟病 甚至影响到了他的事业 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的事业都是停滞不前 陷入到低谷之中 有缘分的是 几年之后 真子丹认识了现任妻子汪诗诗 汪诗诗身高181厘米 比真子丹小18岁 是一位职业模特 曾经拿过华裔小姐的冠军 获得过很多荣誉 汪诗诗自幼在加拿大长大 家里是做珠宝生意的 身价并不比真子丹低 两人第一次见面 是在一个酒店饭局上 经过朋友介绍后 发现两人有很多相同点 渐渐地 两人生出了不一样的情愫 据真子丹回忆说 两人结婚更是因为吵架 再一次出游时 两人因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争吵了起来 就在两人都不知道 如何开口来化解尴尬时 突然间真子丹 冲着汪诗诗激动地说了一句 我们结婚吧 面对真子丹突然地求婚 汪诗诗有点懵 但还是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答应了她的求婚 就这样 两个人做出了 人生最大胆的一次决定 真子丹还花了1.35亿港币 购买了摩星领 4200尺豪宅送给汪诗诗 可见真子丹有多爱气子 不得不说 汪诗诗真的是旺夫 婚后因为夜问系列 真子丹事业再度爆红 熊带琳曾表白这个功夫明星 自己从单身拍到了相夫教子 更是羡慕汪诗诗 有真子丹这样的好老公 并称当时单身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都是以夜问来做找老公的标准 如今真子丹已经57岁了 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除了拍戏 她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照顾孩子陪伴妻子 两人婚姻幸福 儿女双全 前几天一家四口 刚刚为汪诗诗过了生日 非常甜蜜 不得不说 缘分真的很奇妙 有些人即使痴缠多年 也不会有结果 有些人注定一眼万年 情定终生 最后祝福他们白头偕老